台股新攻略 带您掌握全世界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亨達投顧屈林泰老師 感謝你每天準時的收看哦 好我想這個大盤今天漲的100出頭點 100出頭了還好啦 我個人看法是 投資朋友我們 這個禮拜大家都叫做中秋變盤 那中秋變盤到底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情況 我覺得真的有待商榷 有待商榷 我覺得我們在這邊講中秋變盤 如果你什麼叫轉折 你現在起起一下中秋就來這樣對 但是我認為機會不大啦 你看看美國股市 所以我們今天的標題就是講 第一個講中秋變盤 第二個原油才是重要關鍵 那我們的大標題是說 我認為選舉行情要啟動了哦 因為你沒得漲的時候就要漲到這個這個 就是政策的 因為畢竟要選舉嘛 其實國家都一般來講都有選舉行情 美國也有 美國也有 美國現在 你看事實上 拜登啊 他把夢在修啦 又是汽車罷工啦 利率降不下來啦 然後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一些社會的一些問題 還有什麼那個學生啊 九月份開始啊 你之前把他那個學生貸款有沒有 稍微讓他死角哦 那現在九月開始又要新比一比 因為開選你學生又要貸款了 其實美國人的學生貸款一直是對美國的學生 一些大學生很大的壓力 一般來講他們大學的學費很貴 那一般學生都一般不是你要不是有錢人家都付不起 所以學生就要有的就一面打工一面一面讀書 那有的就要貸款哦 這個等畢業之後有沒有 開始在工作崗位啊 有的甚至花了十幾年的時間啊 他才會把這個貸款慢慢還掉 所以這個都是壓力啊 那個信用卡的那個呆帳 這個美國那個營養已經算出來了 明年可能會再度 今年到明年都會再度攀高 那美國平均一個月有五十幾家企業倒閉 像這個經濟沒有想像那麼好 那你現在只能撐住 因為你高利率的時代 我再講一遍哦 高利率絕對不利於科技股 你借貸的成本增加 所以現在華爾街在討論的一些問題啊 就是說你會不會通膨又再起 對不對 那高利率通膨再起 那這就再回到最原始端 就是原油如果大漲 通膨就有可能再起 高利率就會再來 這個沒無解的話 科技股就是最大的受害者 我這樣講聽懂沒有 這個是基本概念 這個是基本概念沒有什麼 原油代表兩面認嘛 原油代表景氣復甦嘛對不對 當然這個復甦到底怎麼樣 或者軟著陸 你現在沒有辦法探討那些 但是在聯組會 但是聯組會今年大概只會在升息一碼 明年是明年的事 本來在年度的算是一年一年的算了 好那你油價 所以油價如果繼續 像92我們講布蘭特有92 最高95來到100塊 那目前華爾街整個華爾街 大部分的機構法人都看油價會漲 這是共識 那油價漲對不對 就是通膨壓不下去 自然而然的利率就高 那利率一高就美元就會高 這樣同意是吧 我們說聯組會利率政策就是貨幣政策 他真的原因就是貨幣政策 那你利率高美元就高 利率高美元高 利率高美元高對不對 那前面就是利率為什麼高 因為你通膨還在 那通膨呢就是就是原油 所以過去一個月當中原油漲了 漲了三成 這一下子對通膨的壓力就出來了 所以聯組會的利率決策會不敢講嘛 只能講英士玄 這個英士選什麼 這個就是就是說 英派的然後這個這個不不不不升息這樣子 這個就很矛盾了 好所以原油才是重要關鍵 你說老師這樣變成空頭 不是 因為你今年升息的速度不會那麼快了 所以不太空頭 但我們等一下會跟大家講 你跌破哪裡就不太對勁了 那不要老師你怎麼奇怪 今天股市長你要很高興 高興什麼你看你的技巧有機會 好那一個一樣跟我按讚跟分享吧 來注意我們講的今天啊 我們今天重點 反正這個禮拜啊 今天漲明天就跌下來了啦 不用很覺得很奇怪啦 這個禮拜不會行情 包括歐美股市正在反應上個禮拜聯組會利率會議 對不對 怎麼會有什麼行情 今天是因為日本股市拉動 但日本股市的半導體今天大漲 原因是什麼 因為日本降他們半導體業者的稅 把他們降稅 所以日本半導體漲 那日本半導體漲對台灣是利多嗎 不盡然 我們這真的有多少東西嚇到 這個科技產品嚇到日本 嚇到中國大陸才重點 好你就算嚇到之後 嚇到日本的話 人家降稅又不是降我們的稅 不要那個本末倒置 這樣又不是降我們的稅 是叫他們 他們為了要讓他們 半導體 日本之後要讓他們半導體能夠 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去降稅 其實降稅通常都是利空啦 都是利空 怪怪的也才會降稅嘛 好吧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要講的 好 那繼續講 這個加入我的line 加入我的line 官方網站 那這個一樣 每天都看大家 你如果想要看字幕的話呢 現在要填表 我先填表 有什麼問題就問 這禮拜很有趣 不用急 這禮拜過 該怎麼樣就怎麼樣了 全世界就是這個禮拜最重要 我跟你講一整年啊 今年到現在最重要的 就是這個禮拜 就這禮拜 決定第四季 甚至可能決定到 到明年第一季 美國聯邦政府的 那個季度的換算 我講聯邦政府啦 有些企業不一樣 聯邦政府的 對 美國還在擔心聯邦政府關門 雖然這是假議題啊 這是假議題啊 但是不管這樣 聯邦政府的 會計年度就是我們的第四季 他們的第一季 所以這個禮拜重不重要 重不重要 他們蘋果來講 蘋果的第一季啊 就是我們的第四季 你查一下什麼 好 就記財報那些公佈的 好 那這個 打開CC這個 每天都有 你要看電腦 想要看中文字幕有沒有 就點一下CC 這個 有CC這兩個字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 像我連續這三天 那接下來我們就不要一直重複 這只是講觀念 因為 在現在這幾天 正在找一個 一個 多空慣性的一個原理出來 好 我們把它每天拿給你看 這是上個禮拜四的 11點在這邊 12點半在這邊 所以11點半在這邊 就知道是空頭慣性 但是因為 這個位置沒有收在最低 因為它 它最低在這邊 如果11點半 12點半是在最低點 它會收最低 如果不是 因為是空頭高興 所以叫平低 在12點半附近 你看是不是收在這裡 有沒有 因為這個禮拜 你有看我那個技術教學嗎 技術教學 專屬課程有沒有 有沒有 多空慣性 上個禮拜五嘛 想要上架有沒有 我 我接下來會推出很多啦 這一兩天 我把那個我要講的目錄 會把它秀給大家看 我們 課程慢慢的上 慢慢上 看上了就要 上了之後 我們的節目上就要提出來 我們看看什麼東西做佐證 因為上一次課才20分鐘而已嘛 那這個要到空頭慣性 那這個叫多頭慣性 22號盤中 你看這裡 長到這裡 長上了嘛 這是空頭嘛 這是多頭嘛 有沒有 可是啊 它高點是落在這裡 這個高點如果往往這邊移 移到這裡 它就會收最高 如果沒有往這邊 它就打下 最後一盤就打下來嘛 就收在 它的收盤 就會在這個 12點半附近 12點半啊 是16346 收盤是16344 它這個高點是16360 所以它是接近什麼 其實12點半 或者叫平高 因為它是多頭怪性 多頭就是平高 空頭就是平低 這12點半 好 再看看今天 今天 好 一樣哦 今天要處理 11點半到12點半的位置 一樣 後來這裡有拉高 但不會收高 我在講這個位置 如果是在12點半這個位置 它尾盤會再急拉一比上去 有沒有 這個位置 如果是在這個位置 就棒了 它就收最高了 所以一樣是收在12點半附近 但是它是多空評分球 你看看 差一點兩點 那個都不是很明顯的啦 不是很明顯 但是因為你不是多頭怪性 在12點半這個位置有沒有 你要在這個位置 收到 把這個點往前移到這個位置的話 那就讚了 就收最高了 慢慢的體會 特朗普 你說 這有什麼意義 好 你體會上 我說我們在講技術面 技術面誰都會講 將來我們講K線 講波浪 那 講那麼多幹什麼 你要會用 所以 用法是存乎一心 你看我講的東西啊 從那天 在那天 實戰教學 跟大家講多空慣性有沒有 你到今天 我們連續三天 拿圖表給大家證明我們的看法 圖表證明 為什麼這個不會收最高 最後一筆還打下來 因為這個高點在這裡 這個高點如果移到這個來多 他就會收最高了 這個有沒有 這個低點在這邊 如果這個點啊 也是在 如果這個點是在這個位置 12點半位置 他就會收最低 那存乎一心 存乎一心 你存乎一心 說你收高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 收最高 你想要做多 或者買股票 對不對 如果指數是要收最高 你明天再買 沒關係嘛 如果你想要 想要買股票 結果你 你認為是多頭 但指數你認為會收最低 最後再買嘛 我希望你把 把這個 把這個東西 關鍵在那邊 繞啊繞繞繞 然後存乎一心 你怎麼去靈活操作 你是做起貨指數的 對不對 你知道會說 你是買多單 你知道會收最低 你是想要當天把它充掉 你要怎麼做 如果你是做起貨指數的空單 你知道當天是收最低 你是不是在到最後的結束點 把這空單 才獲利出場 那如果是收平高平低的話 你怕去尾盤 日本股票 還是亞洲股票 突然變盤 你不會收 收最高的嘛 對不對 你就 找個機會把它平掉 這個 我再講一遍 存乎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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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看 這個 每天花太多時間講那個 道琼 也沒有早上來啊 一樣提拨半年限 那這個 這個禮拜是關鍵 關鍵 好那斯達克 所以要變成空投慣性不容易 因為你納斯達克啊 我們幾科技 因為你看 今年科技股最強 所以納斯達克最強 七大指數有沒有 微軟 亞馬遜 谷歌 這個 Meta 這個蘋果 還有那個 那個特斯拉 都都是屬於 還有 輝達 都屬於 納斯達克的 那輝達比較 例外 它是又屬於 肺磅的 你看它為什麼比較高 好那這個很有趣哦 如果油價 所以關鍵在油價 如果油價去漲 它漲不上去的 它會漲不上去的 懂我意思嗎 它漲不上去 那如果 如果我們再看標普 你標普要跌到這 這邊來不容易 這禮拜要跌三五趴 不容易 不容易 但股下明明是不可能的 不容易 所以你要用 多頭的假設性來看待 這裡是行情怎麼樣 這裡多頭機會大 因為你時間變短了 站在多頭 這個力氣點 你時間變短了 因為這個要跌到這裡來 跌破這裡才會失去 失去今年的多頭慣性 那今年的功勞是它 但是呢 我們問題答的 我們再看肺磅 肺磅就比較弱 因為肺磅 對原油的敏感度更高 肺磅對原油的敏感度 對利率更高 半導體對利率更高 我再講一遍 利率高就不利於科技股 但最不利就是肺磅 那再來推論 為什麼利率一直維持高點下來 因為原油在漲 原油現在還是維持高檔 雖然上個禮拜 最後兩天有稍微拉回 原油還是在高檔90幾塊 很高了 100塊以上就更嚇人了 對不對 原油高 這個膨膨就降不下來 這利率自然就會高 利率高呢 對不對 美元就會高 美元一高的話 台幣就會被外資 因為台幣貶了 外資就一直匯出去 那這相對再把它繞回來了 利率高就不利於科技股 一型半導體 所以呢 再換了原油是不是最重要 我就是這樣推論 啊 可是呢 你又從這裡觀察 不會形成空投慣性 頂多打到這裡好不好 再這樣衡量左右的話 你不覺得飛電比較有機會 飛電比較有機會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今年 其實全世界狀況都不好 你們這個 這個可能文字稍微小一點 你把它橫著看 108年 100多年來啊 聯準會啊 對不對 第一次裁員 你看那個 聯準會自己會一直 所以這叫什麼 鐵飯碗沒了 基地環境沒有想像那麼好 只是這個是過渡時間 今年就靠這七檔 所謂的AI個股 對 那在原油的高漲啊 成本越高的話呢 這個很多 我跟你講就有種論調 華爾街現在真的在考 考量這個AI是不是泡沫 已經開始在講這個問題了 經過上個禮拜 這個原油漲成這樣 在講泡沫 因為利率一直高嘛 怎麼不利於科技股 那老師呢 那個 那AI那些股票不是科技股 你想太多了 你想太多了 然後 那美元指數呢 美元指數 你看 如果我們就現在不講那一些 美元指數現在是屬於 真的多頭的黃金交叉 50MA跟200MA 本來我是看空的 可是沒有想要到黃金交叉 你這裡有死亡交叉就在 這裡有黃金交叉 我們總要面對現實 那美元漲呢 好我們等一下再來談黃金 沒關係 但是美元漲 美元漲 美元漲利率就還是高嘛 利率一直高 美元才會漲嘛 才會漲嘛 那當然那個震盪震盪再說 我們讓他這個做最後確定 做最後確定 那這最奇怪 就黃金跌不下來 甚至我們看到美國機構反而很奧妙 開始在開始在囤黃金 這只有一個原因 大家的說法 萬一啊 萬一 利率一直高 科技股變成傲下跌 對不對 然後經濟沒有上來 那會不會形成空方架構 那最好的方式啊 就是跑到黃金去避險 所以黃金下不來啊 你按照美元漲到這裡的啊 對不對 美元跟黃金相對論啊 黃金應該跌不跌到這裡以下啦 應該跌破1,900啦 可是沒有啊 他們漫幅墊高啊 你看那個那個那個對沖基金的什麼 那個那個包括各個國家 中國的零售黃金一直創新高啊 你上網去查嘛 中國零售黃金 日本的零售黃金也都創歷史新高啊 為什麼 因為他們就是想要保值 怕風險嘛 黃金就保值啊 他你買黃金沒有沒有利潤啊 他又不是利率 他又不是你存款可以有利息沒有收 那沒有 那你都可以去買他 只有原理想要保值 這樣多意思吧 那就美元強啊 你貨幣可能會弱啊 買黃金 那你不知道貨幣會不會強 大大的波動 你剛才去買黃金 所以以前我認為說 這個這個轉到黃金會轉強 黃金沒有 現在相對論了 不是相對論了 他們就你看那個那個對沖基的那個 持倉會一直在漲黃金 在買黃金 那原油呢 原油上個禮拜 對 開始 就是94.63 那你看在這邊就在那邊跑 十字線啊 十字線那邊跑啊 所以他是屬於橫向整理 可是高盛 不要不要去相信高盛說 看好什麼股票啊什麼 不要去相信那種東西 高盛看好AI啊 可是他的邏輯上都盜不了 他認為油價會大漲 油價會大漲 利率去維持高點 AI怎麼會漲 你不覺得很奇怪 所以 然後小摩說明年120 還有最新的啊 其他的那激過反韓明年150 會不會人不知道 但是我一直相信高盛 對原物料是很準的 全世界知名大陸 知道他對原油特別準 他各國都不要去相信你 不要聽你亂說 那這個東西就是我說的 你看他這是最新的嘛 上個禮拜來給大家 觀察國際原因 所以這個 這個才是重點 這個人逃東這個 你不要聽 我聽說老師不要聽過 為什麼逃東啊 這個是全世界上 中國大陸全世界最知名的分析師 而且他是屬於食物派的 有沒有油價 所以我底下可以講 原油才是最重要的關鍵 懂為什麼 因為聯組會 利率事實上是相對的高點了 聯組會要去壓力 在可能 利息利率可能在這個 升息可能在年底再一次 明年不盡然 可是你要降息的時間 會拉得很遠 你要降息的時間就拉得很遠了 那這一段時間呢 只要 因為 各個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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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 物聯網的大頭 Meta 谷歌 他們買跟輝達買了很多 GPU GPU 那個他那個特殊的晶片 高速運算的晶片 買一堆都存在倉庫裡面 買很多 估計好像超過兩千億美元整體 所以輝達生意才好 不過 大家都說什麼回答 那個GPU供應不急 我是不知道 目前我所看到的花園界消息說 這些 供應不急的原因是因為大家買很多 可是你還沒有 沒有用的上 你認為將來會用的上 對 供應不急是沒錯 因為大家現在買是為了囤貨 萬一 AI沒有發展到那種程度呢 這庫存還得了 你不要只是想到那個事情 有沒有 好 這個最新的9月25號 揮達以線泡沫 這是美國智庫 今天想起郁金香的就講到荷蘭以前的郁金香 炒郁金香 對 還有曾經 他們在荷蘭外海看 發掘到原油 有沒有 所以叫做 就是說你當你草 當你一個郁金香 灰嘛 可是它變成 熱炒的商 炒的商品之後有沒有 那全是全全國家的那個 那個 怎麼講 這個叫荷蘭病 哦 很方便解釋了 很方便解釋了 大家都去做那個 別的產業就沒有了 變成蕭條了 大家都去買七 七個大型科技古 那事情都 那怎麼會對 那怎麼會對 你就不會油價一直漲的話 你獲利跟不上來啊 你成本一直支出啊 是不是 所以已經出現泡沫了 注意一下 這是美國智庫 這是美國智庫哦 疫情這樣狂熱 還有網路泡沫 做個參考啦 每個 華爾街實際上多空 都有客人看法 我們我們尊重 我們尊重 我也有自己的看法 好 蘋果 今天不是說 iPhone在在印度 過五倍啊 什麼的 賣得很好 不是嗎 你看美國 你看蘋果從發佈 這裡發佈之後 到現在 你有看到 真的真的在大漲嗎 可是消息一直傳來 他i15賣得很好啊 消息一直傳 他賣得很好啊 他有大漲嗎 我們平常 你講 眼見為平嘛 是不是 我告訴你 iPhone Max Pro有沒有 你看 他第一個見他準備30萬支 所以蘋果很會飢餓行銷啊 大家想說 哦 那好像多好 快去搶排隊什麼 就造成飢餓行銷的樣子 印度工廠我們擴大五倍 以前都沒有在印度 印度是小工廠 這擴大五倍其實是啥 我覺得你大家解讀 幸好想一下 想一下我講的 想一下我講的 我不是說百分之百 但是想一下我講的 我一個最簡單的推論 你都說他不夠好 他股價怎麼這樣 你沒有覺得很奇怪 他股價怎麼這樣 你沒有想到好奇怪 特斯拉不是說不 全世界一直在講說 那個 阿姆 我忘了把英文字答案叫 阿姆 阿姆 我中文翻譯叫 阿姆 它是老牌的公司 專門在做晶片的 那软银孙正义 他是软银旗下的 这个Softbank 就是那个日本软银孙正义 孙正义想说 我这几年 我搞了一团乱 对不对 我想要靠这一个 IPO来的时候 来搭发力士 来抢回这AI 结果呢 上个礼拜 是 他盘中破发 然后收上了14线 你看这个又来了 破发就破IPO的交位 那自然要期待的AI晶片 你不觉得有点怪怪的吗 有没有 才有这个的说法 这个应该一直大涨啊 那你不能破发嘛 你只要整理嘛 怎么去破发 发行价 我们来看一下 回答是这个样子 那不像A了吗 一支帮就来 打到出来 是不是 礼拜三那个美光 那个低润的美光 如果财报 不怎么样 或者说对需求感到什么样的 对 你会再显示AI的窘境 美国超卫有强吗 你跟他说 这个有改变吗 我们自己说 那我们凭良心讲 你看到这个 觉得很强吗 都不能破 所以你看那个技嘉 这个就是伺服器嘛 其实我认为我们国内的 是这个AI概念 我觉得是自打了 台积电 跟竞品有关系 技嘉广达 伟创 这个这三个 技嘉广达伟创 跟他连提音 有没有 你觉得这个很强吗 所以技嘉上个 今天台北股市大涨一百多点 反而他们就跌下来了 为什么 这是这样子 我们再看 特斯拉 有没有 前一周大涨18 上周一整周 前一个一整周 大涨18 上周一整周 全部吐回去了 有没有 这个是不是要稍微小心一点 好 我们再看一下 银帮 我们看这几个字 创纪录 两七八个月 获利胜过Q2 差一个 没关系 没关系 前八月 EPS 这么好基本面 不能说他不好 今天有没有涨 这个是打错 叫日线 因为我是仓劫输入 这个字 按道 银帮日线 你看 它是K线 是这样的 他应该直接 说涨停 不是说好 应该直接说涨停 会不会有点利多出镜 我们再来看 台股的日线 有没有 一样在半年线以下 免华裔 但是你现在如果突然间上涨 中秋变盘往下的机会就大 所以你看美国股市 聪明的美国股市 他也不希望美股现在涨 他们也 他没有中秋变盘 他们安然度过九月份 刚好今年的九月底 十月初就是我们的中秋节 所以对美股来讲 他要安然度过九月份 不是在现在赶快狂涨 大涨 这样的意思吗 因为外在环境不利嘛 联储会那个英式 英式玄英啊 那个英式派的那种 有没有 的说法 对不 所以利率还是维持高涨 有没有 所以现在涨啊 中秋变盘 现在涨 没有好处 哪在台积电 不哪盘中 还要留一个 上影线 你的月线跟季线 是死亡交叉 今天外资还卖哦 为什么 因为美元很强啊 即将 很强吗 有啦 谈两天啊 对 至少本来想说 能不能来个四手红盘 没有啊 也是没有四手红盘啊 也是都来啊 伟创 小小的四手红盘 企业家 没有多大意义 你看看那量啊 是缩的 而且缩的 你不啊 你看这里涨上来 一路都有量 你这里啊 我现在对上来 你这里量缩 所以你在台上来 就不及格了 就是骗人的 因为量先价行 你量是缩的 后来就掉下来了 有没有 你现在要这里量缩 对对伪创这种 这几堂股票 有没有 有没有 对这些股票 现在最好 以及对伪创这股票 现在最好就是量缩 横向整理 度过 用时间化解 化解下跌的危机 但是如果再出现呢 那你注意看哦 再出现这种 这里的 量缩却大跌 那台湿就大跌了 不能再重复 因为量是缩嘛 你量缩 你看这量缩之后 这里大跌嘛 量缩开始跌 涨不上去嘛 量缩嘛 开始跌就出量跌 那台湿就大跌了 台湿就大跌了 这是基本的技术面观念 没有很深奥啦 不用跟老师 你技术面后 大家都知道啦 那你也知道啦 是不是很了不起的 我跟你讲啊 我认为啊 我愿意跟你讲 这些技术面 像这种的 盘中怪性钉 这个不是技术面 但是它很好用 股票市场上 存乎一心 我说技术面存乎一心 你要你要会用它 会感受它 这里面 不管是技术面 都存有所谓的 经验法则 跟国际股市的观念 有没有 懂我意思吧 存乎一心啦 存乎一心啦 我跟中国 自己的观念跟你讲 你要运用 也要存乎一心 这样懂我意思吗 这股票市场上 落落等啦 我是把我这一辈子 在股票市场知道的东西 尽量跟你讲啦 是不是 你怎么慢慢消化掉 消化掉 好 那回到我们刚才讲一堆 对大家要小心了 我再次强调 我们底下的标题 要注意哦 原油才是最重要 如果本周原油继续拉 过了中学继续拉 你不要想科技股会怎么样啦 想就知道啦 一直讲 我不知道 因为我认为这是常识 我们从逃东 国际股市跟你讲说 灰达会泡沫的 这些人都以原油做中心点 担心通膨债取 影响利率 利率影响美元指数 对不对 然后再影响科技股 如果多头还在 没有科技股 就是要看什么 看VDI啊 有没有 你看你注意看在底下 这个涨 突然间下跌 可是礼拜五那天又涨上来了 礼拜三 对 十一个交易日涨 第十个交易跌 没跌多少 本来估计要再跌重一点 没有 他马上涨上来了 你看 所以他有一个拗下去吗 就拗下去 就是这样啊 你没有科技股都要做啊 这种点不容易 我希望可以来这些 再看一看 因为这礼拜终究是 新年以来最重要的一个礼拜 最重要的一个礼拜 我们想办法让他安然度过 再来看 现在原油又去爱 去到 去到 飞电子吗 还是美国会回答 假如大力王开始标 不在乎那个利率高 或者利率突然间大幅下来 这个礼拜会告诉你一个很明确的方向 你急什么 你知道我留言区 讲 我也没办法回答你 我就是在等这个礼拜怎么过怎么样啊 而且我不是今天讲啊 你常常有观众朋友知道五到九月九月最后一个礼拜最重要吗 是不是 是不是 但是我讲的东西 你想你 那做东西 不是说AI好我投AI 一定要AI改好 没什么道理啦 没什么道理啦 你看市场的 变化嘛 来 常常是这样 你看看 森达科 没漏气吧 现在技术面 终于回归技术面嘛 他已经走入轨道 所以这个森达科就是什么 是政策概念股 政策概念股 所以我说选举行情启动了 有没有 那现在看这里 这里 有压力我知道 这头部这边 那这里要做什么动作我们接下来 之后再讨论啦 反正是赚钱就对了啦 那啥意思吗 赚钱就对了 那森达科之后另外一个森叫什么 叫森帽 那森帽呢 对不对 整理到最后 我们之前买在这里 还被套了 后来赚大钱出去拉回 我又最后买在这里 小套 小套 但是 你看这席价 因为原有就会 如果继续涨基本金属一定涨的 你看这有没有怪怪的 你看他虽然流上很线 可是是破短高 所以我认为他 准备要敬请期待 我之前跟大家讲说 那个全世界那个 生技股 这个减肥药股 诺和诺德啦 什么那些有没有 你看 中国的 减肥药股最近是用狂飙 中国的生技股 之前大跌原因是因为医药打摊 最近生活中国股是 最强的是生技股 你还记得 今年年初 去年12月底 今年年初的时候 中国大陆那个 那个因为开放 开放 那个那个疫情之后开放 一大堆 洋性的 把整个中国大陆那个制药类股 一直做那感冒药的什么都上来 中国这个叫多泰药 就是所有的减肥药 它是一个整个股票在里面 我们先挑一档来讲 因为时间不够了 这个 十几天涨1.5倍 这也只是沾到一点点 减肥药的边而已 保卫生技 中国股是最近最强的 就是生技股 我绝对不会跟你乱讲 而且标这个 标这种的 这个叫减肥药 创新高 这边开始而已啊 因为六七月份才有 大家才开始在流行讲减肥药 结果他们遇到 医药打摊整个下来嘛 现在创新高了 所以中国最近 中国股市不怎么样 中国的这医药类 那个减肥药股票创新高 像这些都有关系的 有没有这些都有关系 这个也是 再生医疗法 再生医疗 都有关系的 时间都要把我吹了 时间都要整天 好那这礼拜就是 静下心来 冷静的看 看我讲的对不对 来 欢迎投资朋友加入我们的 这里面有 传真稿晚报 还有技术课程 我们直接放到技术课程 在里面 你可以来浏览一下 好 你终究要参加我的 为什么不现在就参加 股票是好像就是这个道理啊 这礼拜烧行物照 你会慢慢看到 看到我讲的东西 逐渐在 第四季 甚至明年上半年 整个都发酵了 提供你做一个参考 台股新攻略 祝福你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所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正当之 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观众朋友请勿看节目 跟单操作 应独立判断 省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文字竟贯 证划 并 证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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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划